哈喽大家好 我是OKOKOK萌 今天要和你们介绍一些 不超过30块的平价保养品 第一个就是Vaseline Vaseline很多人懂这个产品 都是它的功能 就是你嘴巴脱皮很干的时候可以用 但其实它有一些功能是你可能不知道的 就是它可以帮你舒缓你晒伤的部分 而且它可以帮你去黑头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奇妙的 就是它可以帮你增长你的眼睫毛 当然你不要讲你用了一天 就想要看到效果啦 你用了一个星期之后 可能你可以看到你的眼睫毛 呼呼 就变长了哦 女生们还要注意这件事情 Vaseline它可以帮你清理掉你晕开的部分 就是你出去了半天过后 可能你在外面照镜子你就觉得 哇 怎么我这边整个黑黑的 那就是你眼线晕开嘛 然后你又不懂要怎样办哦 用卸妆水你整个底妆也会不见 那么用Vaseline你就对了 它可以直接帮你把你眼线晕开的部分 清理得干干净净 第二样产品呢就是 一人化妆水 这个化妆水呢500ml 可是价钱只需要29令吉 有没有觉得很白叻 化妆水呢有什么好呢 就是如果当你化妆之前 你的脸很干或者是出油 妆很难上 那么你化妆之前湿敷一轮呢 你的妆就会变得很服贴 出去的时候就会让人家看起来 你的脸是 叮叮 那种感觉 而且如果你觉得这样大罐 带出门去旅行很不方便对吗 你可以装在一些喷雾的小瓶子 叫你带出去 谋满台啦 第三样我要介绍的产品就是这个 Aloe Vera Suiting Gel 这个呢你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买到 它是一个属于韩国的产品吧 这个产品可能很多人知道 就是滋润你的脸的皮肤啊 或者是身体 它也可以擦在你晒伤的部分 而且它会有那种很滋润 冰冰凉凉的感觉 就像这样 但是又很舒服的哦 当然市面上还有很多 一些是92%啊 98%的 越多巴仙的呢 就代表它芦荟的成分越高 这样当然 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最多的 当然就是最好咯 这一样非常好 它是Mini Saw的Body Mist 也只需要10块钱 而且它是平价版的 Jo Malone 但是因为它是方向喷雾的关系 所以它的持久度没有香水的好 可是它的香度绝对是那种香水 那种你一出去人家就会想要靠近你 哦我可以跟你要电话吗那种感觉 然后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Johnson Baby的爽生粉 这个东西呢在你头发出油的时候 它可以当成一个Dry Shampoo 西北好用 可以让你一整天就是Good Hair Day的感觉 心情也会变好啦 小子女们 如果你想要有美美的头发 很好的皮肤 闻起来又香香 要人家跟你要电话号码的话 买这些少过30块的保养品就对啦 Jo Malone 在哪儿 所以让我们选择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